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的主播马灵鼠。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频道,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案件。 1987年生于西安市卫阳区,父亲江一生是个美术教师,母亲佟新兰是一家粮油公司的会计。 她还有一个比她大一岁的哥哥。 2006年,她以美术几乎满分的优异成绩,被世界排名第七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的, 中国美术类高校杭州市西湖畔的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录取。 2010年初,江碧惊人介绍,认识了在湖南一所理工大学担任副教授,来这大进修的蔡聚才。 蔡聚才很喜欢江碧,对江碧展开情感攻势,很快开始了恋爱。 大学毕业后,跟随男友回到长沙,在长沙一所大学艺术学院担任讲师。 2011年4月两人结婚,婚后江碧发现蔡聚才隐瞒了比自己大六岁的事实,略有不快。 但丈夫对依顺疼爱,她没有细究。 2011年9月,江碧考取西安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硕士研究生、夫妻俩计划等江碧博士毕业后,暂回长沙生孩子。 新婚的小两口,此后过起了分居生活,江碧此时致力于解构油画,其作品多次备选中国外美术大展,成为国内展露头角的青年女画家。 江碧的名气渐渐被同学所知,纷纷拿她加入各种同学群。 江碧的初中同学贺磊从群里看到了她的信息,邀约她见面。 贺磊是江碧的初中同学,是初二下学期时转学过来的,她身材匀称,相貌英俊,眉眼间总有古野性,令人琢磨不透。 2012年11月16号,两人在美院外一家咖啡馆见面,西装革履,穿着隆重,江碧则是衣着随意,首饰不菲。 贺磊告诉江碧,她初中毕业后进了一所建筑工程学校,学习图纸设计。 跟着舅舅在全国各地做工程项目,现在在一家建筑公司做监理。 当初,她之所以没再跟江碧联系,是害怕耽误江碧的学业,后来想和她联系,却再也联系不上,如今她已经结婚了。 江碧也称她和丈夫的感情比较好,只是丈夫曾对她隐瞒了年龄,又远嫁长沙,水土不服。 江碧把贺磊还是当成就是同桌,不藏秘密,贺磊却听成了,江碧对自己有意地诉苦,于是虚寒问暖,言辞体贴。 江碧当然也很高兴。 11月24号,他们的初中同学崔金灿,许杰等四名男生一起来到西安美院,要江碧一起去中南山游玩,下山时江碧扭伤了脚,贺磊二话不说,背着江碧下山。 自己手背上扎了许多野刺,血迹斑斑却一直坚持将江碧送回她租住的房间,江碧心里过意不去,让她拔完刺再走。 贺磊不让江碧帮她拔刺,却将她压在身下,占有了她。 事后,贺磊将他们这次游玩的照片发布在QQ空间里,江碧有些后悔把邮件给贺磊了,说以后他们只做普通朋友。 贺磊表白说,他一直爱着江碧,他要离婚娶她,江碧断然表示这是不可能的。 11月底,贺磊找江碧借钱,称公司财务出差,有20多名甘肃籍农民工被困西安,并承诺半个月后,财务回来一定还款。 或许是碍于面子,江碧在一家银行的柜台上奋四次,共取款4万5千元交给贺磊。 2013年寒假,江碧返回长沙过年,丈夫的温柔体贴让她无比愧疚,她决定与贺磊断绝关系,收回借款在长沙购房,跟丈夫生孩子,好好过日子。 但让江碧惊愕的是,贺磊非但没有还钱的意思,反而在大年初一继续找他借钱。 案发后,江碧的丈夫蔡聚才的笔录里回忆说,2013年寒假,江碧一直和我在长沙,大年初一,江碧初中同学贺磊打来电话,称他富病危,他在路上出了车祸,江碧能否借他2万块钱救急,江碧丈夫问要不要帮他,还说贺磊是初中同学, 小时候他有些喜欢的自己,差点就成了自己的初恋。蔡聚才听后还笑话江碧,那叫暗恋,不叫初恋。蔡聚才劝江碧叫慎重处理好同学关系,如果和他所述属实,这笔救命钱应该借,但这个决定还是要他自己把握好。 这个电话令江碧牵肠挂肚,2月12号晚上,江碧就坐上长沙开往西安的高铁。 到西安后,江碧打电话要贺磊告知他所住的医院,贺磊却说妻子叶凡现在在医院陪他,不方便,江碧只需把钱打到他卡上就可以,贺磊的话让江碧产生了怀疑,此后他通过初中同学崔金灿,得知贺磊前一天还在和朋友喝酒,丝毫看不出车祸的痕迹。 江碧感觉受骗了,便打电话贺磊是不是在严苦肉继,目的是不想还钱。 贺磊起初称,他手里经过的工程预算款多则上千万,少则也有三四十万,江碧那点钱实在上不了台面,等正月开工,第一时间把钱还给江碧。 江碧就把崔金灿的话道出来,贺磊只得承认他撒了谎,改口说两人的事情已经被妻子发现了,现在两人正闹离婚,妻子答应离婚,但一定要他付一笔分手费,他手头有点紧,因此才想向江碧借钱。 江碧顿时啼笑皆非。 则问贺磊为什么离婚,既然不爱,何必捆绑在一块,况且现在有江碧给了他动力。 江碧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,贺磊大声说这一辈子要娶他江碧,江碧气急直接把电话挂断。 3月2号,贺磊竟提了一袋脏衣服来找江碧,称他已经被妻子赶出家门,问江碧怎么办。 江碧生气地反问贺磊他离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,他一个动作,简单上千万的大经理,收留他的地方多的是,自己这妙小,哪里容得下贺磊这样的大菩萨。 贺磊吃了闭门羹就说江碧,真没想到他现在变得这么俗气和势利。 江碧害怕激怒对方无法要回欠款,江碧就推辞说,即使他离婚也得征求父母的意见。 贺磊又问能否帮他洗下脏衣服,江碧心软了,就接过了塑料袋,随后双方决定,贺磊3月9号还款。 两人分手请警。 恰好被江碧的闺蜜徐敏看见。 3月9号,江碧多次联系贺磊魏国,他只得求助闺蜜徐敏。 徐敏在警方的笔录中称,3月9号下午,江碧给他发过来一个180的手机,称对方是初中同学,曾向江碧借了几万块钱,他联系不上对方,就要自己帮忙联系一下。 徐敏也没有打通贺磊的手机。 3月19号早上,贺磊忽然打电话给江碧,说前段时间,他和董事长开车去太原谈房产合作项目,忙得一塌糊涂,昨晚回到西安时,才发现手机上有很多江碧打来的未接电话,就推测江碧可能急需要用钱,称他当晚下班后,想请江碧吃饭,顺便把欠款以及利息并还给他。 江碧顿时转路为席,哪里想得到,这是个死亡深渊。 3月19号晚上,蔡聚才给在西安读研的妻子打电话,电话不通,此后两天。 蔡聚才问遍江碧在西安的家属以及亲友,大家都联系不上他。 蔡聚才于3月22号赶到西安,当天上午8点多,他来到西安美院家属院6号楼江碧租赁的住房,敲了半天门无人回应, 他与江碧的闺蜜徐敏一起找开索师傅打开房门,却见江碧正蒙着头躺在床上,两只小腿露在被子外面。 蔡聚才揭开被子,见妻子的脸上盖着一块白布,揭开白布,眼前凄惨的一幕令蔡聚才双腿发软,险些跪倒在床前,只见江碧面呈紫红色,已经肿胀的变形。 蔡聚才报警,雁塔警方在现场勘察时发现,死者身着睡衣,尸体已经腐败,被子以及床单上有多处血迹,墙角有一个已被撕烂的白色纹胸,靠背木椅的两只扶手上,均见残破的胶带。 警方还在该出租屋的阳台绳子上,提取到两条女士内裤。 男士牛仔裤,男士衬衫各一件,精彩聚才辨人,这些男士衣服不是他的。 死者的黄金首饰,一万元现金及一张建行卡已丢失,卡内有13万元存款,该住房内外均为防盗门,开锁前门锁完好。 种种迹象显示,此案系熟人作案。 居民反映,3月19号下午,江碧告诉他当晚初中同学贺磊,去他的住处还钱,并从家中的电脑桌抽屉里,提取到一个蓝色钥匙包,钥匙两把。 经侦查实验,确认这两把钥匙系被害者租房的防盗门钥匙。 面对铁证,贺磊终于承认其杀害江碧劫裁的犯罪事实。 据贺磊的供述以及相关物证,基本可以还原案发当晚的一幕。 3月19号晚上18点,两人见面,先在外吃了饭,吃完饭贺磊称先去江碧处取衣服,两人再去附近的银行ATM机转账,江碧答应了。 到了江碧住处,贺磊追问江碧到底能不能离婚嫁给他,江碧坚决说不可能,他冲上去就给江碧离一扣,江碧顺手给了他一见耳光,贺磊向头怒视,很快就将江碧推倒在床上,撕烂了他的内衣,强行性侵了他。 见江碧骂不绝口,他就用桌子上的胶带将江碧的手脚捆在木椅上,要求给出准确的离婚时间。 贺磊的举止令江碧伤痛拒绝,说他真是个没人叫的畜生。 被父母遗弃,一直是贺磊心上的伤,见江碧接他的伤疤,愤怒中的他,就拿起一个塑料袋死死捂住江碧的嘴。 一会儿见江碧面色发紫,他就将塑料袋拿开。江碧便说,干脆把他捂死算了。 这样他的尸体就可以和贺磊在一起了。 贺磊文言就一把推倒椅子,连同椅子的一起倒在地上的江碧,头部被磕得鲜血之流。 江碧仍然在骂他,贺磊顺手拿下被子,死死捂住江碧的口鼻。 贺磊揭开被子,解除了手脚上的胶带,将他抱到床上,江碧已经死了。 之后,贺磊给江碧的身体盖上被子,清扫现场,并拿走了江碧的手机,房门钥匙, 金仪首饰,还在房中翻找了九千余元现金和一张建设银行卡。 匆忙逃跑中,他竟忘了带半个月前江碧洗了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。 贺磊在高新区一个游戏厅狂赌,仅两个小时就将截获的现金输了个金光。 随后他将江碧的金仪首饰在咸阳一家金店,贱卖7819元, 并将江碧的苹果手机藏在西安市郊走河边的一个水泥板下,每天都过去开机看看。 期间,他还故不迷阵,给江碧的哥哥回复过一条短信, 我想静静,想点事情,想好后我就回家,不用担心。 他本想取走江碧建行卡中的钱,但想到银行都有监控, 就把那张卡扔进一个垃圾桶内, 雁塔警方在侦办此案中发现,极有初中学历的贺磊, 并不是建筑公司的监理,只是西安北郊工地上一个做苦力的钢筋工, 还是一个两次被判刑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。 据警方调查,可以还原贺磊的人生轨迹, 贺磊,本名宋磊,90年代初, 宋磊的父母在西安市卫阳区三桥镇,以补锅为生。 宋磊四岁那年得了脑膜炎,掩掩待毙, 这时间不能生育的贺生全夫妻伸出有爱的双手, 将宋磊送进医院抢救,宋磊最终活了下来。 宋父母膝下尚有两儿一女,为感谢贺生全夫妻对宋磊的救命之恩。 随将宋磊交给贺生全夫妻抚养,宋磊于是改名为贺磊。 因为两家都没有隐瞒宋养事实,而且经常互相来往, 两家父母又碍于面子,对贺磊都没有严厉管教。 幼小的贺磊在两家的争相宠爱中渐渐养成了很多坏毛病, 起初他只逃学打游戏,成绩下降后养父母托关系, 将他送进西安一所体校,原本指望他在体育道路上出类拔萃。 2002年8月,17岁的那年,参与了一起抢劫案, 被连湖区法院判刑半年。 出狱后,2005年12月,他又因盗窃轿车再次入狱, 被魏央区法院判刑四年。 再次出狱后,贺磊老实了两年又开始四处游荡, 2012年9月,养父给他娶了妻子叶凡, 希望用女人和家庭拴住他。 但婚后不久,贺磊又染上赌博, 小家庭经济岌岌可危。 贺磊的养父母彻底失望,不再管他。 贺磊渐从家人身上再也炸不出钱来,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面。 他无意中听说初中同学江碧, 成了青年女画家, 事部印钱机器,就盯上了他。 谁知26岁的江碧感情单纯, 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13、14岁, 少男少女情斗出开的状态。 贺磊掠尸手腕,江碧就投降了, 他趁机骗得45000元巨款挥霍。 4万5000万元的钱已到手, 更刺激起贺磊的贪婪欲望, 进而以父亲病危, 自己出了车祸的借口, 企图黏住江碧这张永久的饭票。 就这样,江碧一步步调际陷阱, 被这个13年前的暗恋男孩残忍杀害。 江碧这位国内极具潜力的青年旅游画家, 如果活着,其财情在未来不可限量。